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本周升量最强的 前20名的政治人物 有哪些人新进房 好了 丽姐要来跟我们说说 有哪些特别的人物 因为哪些特别的事件 然后进房 好 那刚才有讲到陈时中 其实还是有人因为陈时中而上榜 就是潘梦安这边 他因为陈时中去墾丁了 然后潘梦安是县长 所以就是有顺便把他的声量带起来 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因为 刚刚高雄还有南部下大雨的部分 那再来一个部分的话就是郑文燦 郑文燦的话 其实是因为罗志强而被带上来的 因为罗志强挺寒 对 因为罗志强挺寒 因为大家都在说 韩国瑜政界都乱开 然后他就骂说 没有 郑文燦也是 所以就把他带上来 可是好奇怪 他骂郑文燦 郑文燦进来了 但罗志强自己没有 有 他有 他在前面 他比他还在前面 然后只是他不是轻轻绑 他其实一直在绑上 对 那再来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苏家全 那当然就是新的人事案 他任总统府的秘书长 那再来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陈玉珍 陈玉珍是因为他挺韩的言论 他最近超红的 对 因为监票嘛 大家呼吁大家来监票的事情 然后所以上榜了 再来的话就是陈梅娟 刚刚有讲到的就是 罢韩的汇选的部分 他就提高说 就是那个洗手 是 洗手 喷雾的 对 然后所以就是 因为此事件的话 他瞬间上升了542名 他进步也太多 进步500多名 对 上升到了千百大的政治人物 所以其实是因为 罢韩相关的事件 把他带进来了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的话 就是只要是热门的事情 还有跟他有所连接的话 很容易把大家带进榜 也是啦 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 你看很多人物的新进榜 真的都是搭着韩国瑜而上来的 然后也因为这个罢韩的事件 即将要投票 所以难免就会引起了全国 政治人物大牌榜 对 然后大家关注的焦点 就会放在高雄 好的 非常谢谢历劫 跟我们讲这个礼拜的 特别的人物新进榜 不过特别提到那个陈时中 我觉得他真的满辛苦的 他现在竟然多了一项身份 叫观光大使 各个县市都想要抢着他 请他吃这个地方民产等等的 我会期待说 他其实把防疫工作做好 也就很棒 大家就很开心 很支持他 然后他现在跑去 到处去卖东西 我会觉得可不可以让他休息 就放过他吧 各个地方自己想办法去振兴 好吗 是不是 我难得而同意那个时期的意见 是喔 我为了入今天这个节目 我就没有跟到他桃源的行程 对 他今天去桃源 他本来要去台南 后来就有被桃源新竹 还给拦截到了 我是真的认为说 他这个防疫团队 包含陈时中都要休息给大家看一下 对 要休息一下啦 他要玩给大家看 但是他也要休息给大家看 可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希望帮忙推销观光吗 是啦 所以他会变成说大家都会唱啦 那有一些大家想说 屏东墾丁好像是第一端很有效果 大家会来插堆你知道吗 那后来那个黄伟哲比较会响声量 说我插到下礼拜了 没想到中间已经有新竹 我真的认为说尤其是陈时中部长 就是说他现在可能 他可能也老是人啦 他也觉得你有邀请 我也不要后持播笔嘛 也不是每个县市长都会邀请他 因为你看他每个县市都做差不多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效应就会递减 譬如他第一天到墾丁 大家就很稀奇嘛 可是到第二次你就吃当地的东西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稀奇感 但是我听说防疫 它最有效的是不是到地方去参访 去吃东西 最有效的是每天2点的 那个防疫东西的记者会 我听他们在评估 就是那种直播主 以他销售量来说 你听到会吓死人啦 他直播20分钟 换算成那个商业直播主的量 他可以卖出6000份的订单 那每一份不一样价值 那清分呢 这很厉害 我可不可以争取这个 争取一点点的时间 我大概是在这个台湾呢 98% 95% 或什么都在顺时钟的情形之下 一直在逆时钟的人 真的喔 我觉得陈部长够了 就说他呢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一级开设到现在 他一直没有提供给我们 这个科学的数据 就说我们到底为什么 要这样子防疫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 这个4个14天的这个轮回之后 6月7号才解封 那你解封之后呢 你比较就是比较大的这个解禁啦 解禁之后呢 你之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怎么样跟其他的这些国家 当他们在陆续开放的时候 我们凭什么 我们凭什么跟他们这些国家 互相往来 我们别人放人进来 我们到底收不收 我们呢 现在如果说日本欢迎我们去的话 那我们再回来是不是要隔离 他一直没有用科 只要回来就要14天啦 是他一直没有用科学的数据 来告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4个14天 为什么不能够2个14天 为什么不能够3个14天 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国家的防疫东西 你要有数据 我说今天如果说他告诉我们 他要14 他要4个14天 那根据在哪里 那为什么3个不行 为什么2个不行 有一些国家他之所以跟两个多少的 这个没有本土的林律越兽 他因为他做了多少的筛检 我来分明一下 他有些数据嘛 几个轮回是你必须要政策判断 那你政策判断是什么 是美国跟日本他们放了之后 马上就社区拐难 台湾比较没有社区拐难的状况 他们已经做了这么多的检测了 来 我跟你讲 就是说其实指挥中心的这些措施 不是最极端的 很多像台大公卫系几个教授 他们就直接讲说你靠这个措施 如果你太早放人 或者你去放那些说职棒1000人的话 他们都在警告说这个马上就社区拐难 你看有多少人是这样 所以他算某种程度算折中 所以他算折中间值 对 你说科学数据是什么样 科学数据结果论来说 就是我们本土案例 这是科学的结果 但是会牺牲掉某些的内需 可是以台湾有这种措施来看的话 台湾也是全世界牺牲最少的 那就是伤害最小是结果 那你说一定要拿个流行病学的 管染数据给你看的话 你问台湾的民众 你能不能接受说 不过台湾还拍一张两个社区感染来看看 一天二十个 一天三十个 台湾没有这个心脏 所以刚博弈也讲说 只要民意可以接受 这就是好的政策 不管是中央或高雄是都一样 以现在防疫中心来说 做久了我认为也会够人玩 这个没有错 但是以目前为止来说 至少他数据拿出来是OK的 然后台湾也不是内需市场牺牲最大的 甚至是我们是损失最小的 好啦 其实我给你讲这一趴 我本来想要问的是问博弈 到底是不是你是川街棒啦 不是 结果我们朝街坡都被剪掉 结果被顺时钟跟逆时钟给插题了啦 我本来想讲一下顺时钟的问题 我想说我个人还是顺时钟啦 虽然我要谴责民进党吃人够够 不只消耗陈时钟的声量 还消耗他的健康 这防疫都快结束了 你还让他去推销这些 那是别的财政部长 然后观光的事情来做 不该让陈时钟来做这个事情 好好的休息 健康才是走最长远的路 好的 谢谢你的顺时钟 然后到底谁要接班呢 是李四川吗 不是 不是 他还没有签户籍 就说他户籍其实没有签户籍 副市长没有签户籍 没有签户籍 因为我们 我就所了解到 高雄 高雄有状况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目前为止没有推任何人选 因为如果我们推了 是不是代表我们对韩国瑜没有信心 看衰 不可能 党籍就是我们自己的 不可能做的动作 如果6月6号 韩国瑜市场真的不幸的被扮明掉了 我们会建议在地找 在地的不管是议员或什么 重新生根开始走 我认为是重新 哪里跌倒的时候 哪里爬起来才是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我们俩应该要听博弈的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内幕 我最近听说的一个讯息 就在于是说 这可能要问韵鹏了 就说民进党方面 也不见得真的是那么的 希望这次的罢韩 会成功的原因在于是说 就算是票过了 可是如果还存在着一些的法律争议 就说我们今天在讲到抗告等等 什么的这些的问题 或者是说投票之后 有些什么争议的话 光是处理这个 光是处理有关于他的这个争议 这个罢韩到底有没有效 可能就可以脱过 脱过他的当 他的在任任期的就超过半年 超过两年 在这种情形之下 其实民进党就可以直接派 派人来代理高雄市长 就像他们过去派了人 去代理花莲县长一样 那这样子很直接的就 接下来等到两年之后就改选 所以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听起来比较像国民党自己在猜的 可是这对韩国瑜来说也不是好 我们不能掌握的 第一个是罢韩的活动是他们市民发起的 民进党其实还算蛮后面的 我们不太敢主动去干涉人家的动作 所以这不是我们掌握 第二个法律的事情 也不是我们掌握的 那有可能算是说我拜我来代理 没有这回事啦 就说罢免的投票不能搬派票 而且那个法律的时间还得要看说 投完票之后 韩正宇有没有要提出 怎么样子的法律的诉讼 才能够判断 韩正宇第三次去提抗告 其实我认为他在算的是说 万一投票真的被他罢免掉了 我还留个一丝希望 是的 从那个行政法院那边判下来说 这个投票有争议 我又给你拖啦 其实这也是派票的一种作法啦 好 不过那都是6月6日 6月6号以后我们再讨论这个事情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